热闹的暑期党终于来了,好莱坞超级大片 蜘蛛侠,英雄远征,来势汹汹 目前首日预售超过5000万 将成为接下来市场最强大的影片 而与其同期上映的华语片预售却相当惨谈 今天要说的这部就是如此,首日预售仅17万 吴振宇新片口碑出色,票房终究还是被碾压 他就是电影《逆流大叔》 逆流大叔,由陈永生指导,吴振宇,潘灿良 黄德斌,胡子彤,胡定兴 于湘宁主演的励志电影 2019年6月2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影片讲述四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宽频网络工 私员工为饱饭碗加入了公司新成立的龙舟队 开始了艰苦的龙舟训练的故事 该篇早在2018年8月2日就已经在中国香港上映 口碑相当出色,几位主角组成的龙舟 对积极乐观,虽然结局并不完美 但他们这种热情拼搏向上的精神却感动了很多人 逆流大叔,在豆瓣评分6.8分 作为一部华语片来说是相当不错了 如今影片时隔近一年后在内地上映 自然令人十分期待 不过很尴尬的是,目前逆流大叔 首日预售票房只有17万,1.6%的牌片只拿 下了0.2%的票房占币,这成绩实在不值一提 太悲剧了 而语制对应的是,好莱坞大片 蜘蛛侠,英雄远征,首日预售已经超过5000万 遥遥领先同期所有华语片 是一部标准的20亿种子选手 或许将主宰整个数期档 其实近期本来有多部重量级华语片上映 少年的你,八百,两部大片莫名撤档 也让,蜘蛛侠,英雄远征,完全没有了对手 虽然,扫读二天地对决,有刘德华古天乐 银河补习班,有邓超,但这两部影片的爆发 立根漫威超级大片蜘蛛侠还是没法比 近年来暑期档一般都是华语片的主场 2017年无金字导字演的,战狼2,大卖56.8亿 至今仍然保持着影视记录 2018暑期档 西红市首富,大卖25亿,我不是药神 更是报道31亿,豆瓣高达9分 创下了近十年华语片豆瓣新高 而今年暑期档少了两部重量级大片 华语片难道也要被好莱坞大片逆袭了吗? 纵观最近的内地市场,好莱坞大片一直 牢牢占据着优势,复仇者联盟4 大侦探皮卡丘,哥斯拉2 X战警,黑凤凰等大片一步接一步 华语片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精随着,密流大叔,玉兽扑街 又一步华语片了